会有个类型题就是 我如果今天呢要计算圆的面积 我先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第一个我输入那个面积的部分 那当然输入面积的话一般是 这个什么呢 半径乘以半径的平方嘛 再乘以π 可是你π你不可能说你直接用 用3.1是不够精确啦 可能要很精确的话 到小时候你可能第十位了 那问题是你要怎么取得这个π的值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5好了 这个时候当然输入得到面积 第二个是如果我今天希望输出什么了 输出的结果 但原来的预设是这样 原来我们是用转型 把那个小数点转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它的小数点 会到比如说5好了输入 它的小数点flow有没有 因为我没有四十五路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四十五路的话 有什么方式比较简单 可以帮我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OK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如何取得π的值 第二个的话呢 如何让我要输出的那个小数点 可以到我要的位数 OK两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取得π的值 特别注意哦 请你利用这边上面打个import import呢在我们的那个 打个import 这个import很重要哦 这个import呢你可以去 到我们的那个内部 其实mass本身已经存在了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引用进来用的话 你必须要加一个import 它有个类别叫mass 这个mass我想任何语言里面都有啦 java javascript甚至是什么php一堆都有mass 这个mass其实就是里面放一些像跟数学有关的 跟三角有关的相关的一些方法 那一样我这个这一行应该一样 就是计算那我输入一个半径之后 那输入之后一样是一个字串5 那我把它转型 转型完之后输入5得到5 那再来的话我要怎么计算圆那个 它的圆的面积 那面积的话一定是π乘上那个半径的平方 OK那半径平方应该没问题啦 a乘乘2 那前面的话呢你可以打一个mass 因为我有import了mass 所以你这边的话呢可以怎么样 可以在这边打一个mass 电 这个时候它会把mass里面所有的方法 跟它的属性都帮你列出来了 OK 也就是说把mass当一个物件 因为把它import你要使用它嘛 那里面的话有它的方法 有它的属性 那其中有个属性叫π 所以你打一个p 有没有π就帮你输入了 OK那把它点两下 OK 再来的话呢乘上什么半径的平方 OK 半径的平方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了 不过你会发现半径的平方 我们是用a乘乘2嘛 其实在mass里面 我记得好像有我们先用这个来试作 你会不会看 等一下再用mass的power 好那把它按OK 它输入半径为5 它出来了 可是呢现在没有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我希望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40无1就可以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这个a的平方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你可以用mass 里面有个点什么呢 点pow pow 另外各位慢慢有习惯以后呢 如果你看到 假设你要用mass里面的所有方法 其实它旁边有一些相关说明 有没有 return什么呢 x的几次方 所以你就是x的几次方 那这不就a 豆点 2不就好了 OK 所以旁边有相关叙述 那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你可以用说明 稍微看一下 那你用填的嘛 a 然后这边的话平方 OK 这样也可以 诶 有没有 A成了 不过其实这个 这地方多了一个方法 以后呢mass里面一堆嘛 请各位 有时间的话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反正东西 如果你以前有coding 写过其他东西的话 道理都相通的 那最后做完之后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应该也都OK了 那再来就是我们 如果要四舍五路的话 有没有一模一样 哪一个简单 写得出来都简单 OK 再来的话呢 最后我要四舍五路 那我要四舍五路 特别注意哦 我如果要四舍五路 可以用一个什么呢 格式化的方法 OK 那我这个地方 做法特别注意哦 就上面这个方法 那我拿这个来改好了 直接 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转型部分一定要拿掉 不用转型 那你不转型的话 怎么可以把资料给做 再来的话 第二个的话 请你在家的前面哦 给他一个格式 就有点像那isail 你按右键 你直接储存格式 给他一个格式就好了 那有点像我前面这个格式 后面是要输入的资料 那格式的规则哦 特别注意哦 一定是一个双引号 里面呢 一定是一个person开头 那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请你点2f就可以了 f指的是float 点指的是小数点后面两位 OK 这个感觉好像之前在Java里面 有printf里面也类似 然后呢 记得哦 请你在这个格式 跟这个变数的中间 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person的符号 来代表就是说 前面这个是格式 后面是要输出的资料 他就帮你穿在里面了 而且帮你自动转型 转成那个文字 OK 所以试一下 所以我们刚刚的话呢 假设输出的是 这个5 OK 那刚刚没有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enter看看会不会OK 你会发现哦 刚刚哦 他就帮我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而且好像有四舍入吧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哦 我用input的方式 把这个mess引用进来 那mess里面的比较重要是取得pi 还有呢 你可以用mess.po 去取得平方 当然平方成成OK啦 不过如果说三次立方啊 或者等等的其他的 那你这边后面可以互相看成几次 那另外第二个部分是 如果你要格式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记得哦 这个规则是前面是你的格式 取得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这个点2f 中间加个person符号就OK了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哦 计算那个圆面积哦 所以利用mess帮我们取得pi跟那个paw 这两个 当然mess里面还有其他的那个方法跟属性 其实都可以数着看 那这部分其实 我想如果你有学过其他的那个像java 其实概念都类似 好